女性在剛當媽媽的時候 其實心靈上都是很快樂的 而且接受這個新生命的到來 都有一些 其實除了喜悅之外 其實也會有一點緊張 說要如何照顧這個新生命這樣子 那這個乳腺癮 常常有的時候就是在媽媽 就是喜悅跟緊張 這些比較有壓力的狀態下 再加上為了後面要照顧小孩子 所以她的生活作型可能會有需要一些改變 再加上她可能需要哺乳這件事情 可能會打亂她的生活作型 想到她的身體狀況況的一個背景之下 這個乳腺癮可能就會自己小小的找上來這樣子 那所以今天就稍微介紹一下這個東西 跟後面該怎麼去做一些包養跟治療 那首先我會先介紹兩個比較不同的case 那第一個是30多歲的女性 那她是剛生完第一胎 大概也是哺乳了大概一個多月左右這樣子 然後她就發現她的幼乳腿外上側 就開始有一些一開始是比較不會痛的一個腫塊 但是這個腫塊她自己沒有沒有消 而且後面皮膚越來越厚 那她一開始是先去外面的診所 先吃一些抗症素治療 那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她這個紅腫的硬化沒有慢慢的消失 而且有慢慢擴大的一個情況 所以她後來我的門診就已這樣子 那在局部的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它出了紅腫的部分滿厲害的 在中間這一塊部分的話 其實它有一點像我們掌氣氛豆一樣 有一點開始在裡面積水的樣子 所以這其實裡面應該已經積濃了這樣 那後面我們幫她排插或檢查 我們可以看到她這塊腫塊 大概已經快五公分左右 那可以看到這裡面黑黑的部分 都是有一些濃水的樣子 那中間這些白白的部分是發炎的乳膏組織這樣子 那跟病人討論完之後 就建議她接受手術治療 跟後續的抗生素治療這樣子 那在祝福院治療的 壞藥的過程中 其實她傷口 剛開完刀之後 她那個紅腫痛的情況 是有蠻明顯的改善這樣子 因為她我們開刀 把那些裡面的髒東西都清掉之後 她其實不然狀況會好得蠻快的這樣子 那只是說這個傷口可能需要養一陣子 那後面她大概換藥換了兩個禮拜左右 那之後再進開到房間 是把這個比較開發型的傷口 把它灌起來 讓她好方便發藥之後就可以出院回去這樣子 那在這中間的話 因為跟病人討論過之後 她可能後面也沒有打算再繼續哺乳 所以會再另外讓她吃那個退伍 要讓她這個無限年的狀況 會好得比較快一點這樣子 那第二個案例的話 她也是一個哺乳的媽媽 不過她這個比較 比較過期的狀況有才發生這樣子 那她是生第二胎 第一胎的 產後的過程是還蠻平順的 但是生完第二胎 大概乳乳大概一年半左右 那她開始乳房才出現問題 那這個女性的話 她除了乳房的問題之外 她本身就有異位性皮膚炎 所以她的乳房跟乳頭 常常都會有一些脫削的一個情形 所以她乳房本身本來就有一些 比較輕微的小傷口 讓細菌有機可乘這樣子 那她來門診的時候 其實她的右邊乳房 都已經有一個紅腫的一個狀況 那她第一次來門診的時候 她是還沒有說有 農水自己破裂跑出來的情況 一開始也是跟她說要開刀治療 但是她不太想開刀 所以就一直在門診追蹤這樣子 但是她大概隔了兩三天之後 她又跑回來門診說 她的乳房已經破了 我們可以看到見頭這邊 有一些小農水已經自己 跑出來的這樣子 那當下還是建議說 她開刀癮的會好得比較快這樣子 但是她還是不太想開刀 那所以我們就是想 其他住院用打的抗生素 但是農滯的部分 我們還是會 還是要做一些抽取的動作 讓她乳房化的狀況 能夠好得比較快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個病人的 乳房超越過的話 可以看到她的濃水其實還蠻多的 而且不同的部位的話 可以看到有些濃水是撞過比較正常的 乳房組是跑到下面來這樣 所以可以看到她其實 她不是完整的一包 她是有點散的 而且比較不規則的散在整個 乳房的範圍這樣子 所以她整個住院過程 她還是沒有接受看到 但是我們必須反覆的 每天都要去看她 看哪邊還有比較容易有蓄濃的狀況 然後再用超人波 在每個地方 就是有懷疑的地方 用細針的方式去抽去濃 我記得這個病人 大概在住院期間 被我抽了三十次這樣子 那中間的話 還是抗生素治療跟腿療的治療 那後面 右邊乳房的位置 後面是有自己慢慢的好轉這樣子 而且她左邊正常的部分 在住院過程中 也開始跑那些 一開始比較輕微疼痛的一些意外 那那個時候就有被叫她說 左邊乳房要躺在幫她按摩跟溫住這樣子 然後她後面 左邊乳汁有排出來的話 她那個腿療就慢慢自己退掉 所以左邊還好沒有變成比較厲害的乳腺炎 好 那所以這兩個case的話 就是不同的處理方式 大家病人後面都是 乳房的部分都是有好轉的狀 狀況這樣 那我們正常的乳房 組織的話 從乳液這部分的話 是會分泌乳汁的 然後接著她會藉由乳房 跑到乳頭 然後讓胎兒可以 可以 餵食這樣子 那萬一說 乳汁流的不順的話 她可能會蓄積在某個乳液的 範圖的範圍 然後她那個 乳汁因為壓力太大 她可能會生到旁邊的一些 卵組織造成有一些發炎的狀況 在更嚴重一點 她可能 範圍更擴大的話 更擴大的話 我們從屁股上 就會看到一些紅爪的一個 狀況這樣子 她整個肚腺炎的發生的其實大概是這樣子 那根據文献統計 大概是兩成左右 在女性醫生中大概兩成左右 會發生乳腺炎 那絕大部分大概一半左右 都是發生在一開始 哺乳的頭一個月左右 不過文献上 從三週到六週都有人講這樣子 那主要是因為 第一個 當媽媽之後她要學習 如何去補乳 然後怎麼樣做自己適合一個 補乳的一個習慣這樣子 那再加上現在職業婦女比較多 所以她從職業婦女變成 她那個媽媽的話 她從工作上 家庭上都要做一些調整這樣子 再加上她可能 她開始照顧這個新生命的一個壓力的話 她可能也沒有辦法好好的 她的休息而造成自己的身體的免疫力 會有一些下降的狀況 這個時候 目前有可能會出現 那臨床上常見的幾個因素的話 第一個最高還是媽媽太忙了 沒有辦法規律 而且規則的去補乳 做一個補乳的一個動作 那那個補乳的次數如果變得比較少的話 她的補乳就有可能會 被寄在補房裡面進而不同 然後補乳可能變得比較濃厚 不容易流出來之後 就可能產生五線炎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時候 不管是工作上或家 那家庭上必須要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支持的力量 比如說工作上可以讓媽媽請育嬰假 那家庭方面 爸爸或者是公婆之類的 或者是其他的親孫可以幫忙 幫忙媽媽分擔 在補乳以外的事情 讓媽媽專心在補乳這件事上的話 就讓媽媽可以好好的 專注在這件事上 有一點好好休息的話 那媽媽發生補乳的機會就會比較少 所以現在月子中間還蠻好的看字 那另外就是如果說媽媽常常用同樣的知識 未來以至於補房某一個區塊 沒有辦法很好的引流補置的環油 有可能會造成乳腺炎的情況 那再來 媽媽產後之後 乳房就會變得比較臟 會有臟的情況 所以如果她還是穿原來造飛的內衣的話 會讓乳房的壓力變得比較高 這個情況也會容易產生乳腺炎 那之後像乳頭有一些小的傷口 或者是乳房曾經年輕的時候 因為一些良性疾病去開刀過 如果去理想到她乳房本身的一個結構組織的話 有可能會造成乳汁的排空有問題 這個也會造成乳腺炎的一個狀態 那另外如果像寶寶 一開始還不太學會怎麼樣吸奶奶 或者是說寶寶嘴巴本身有一些心電性的問題 比如說像蛇系帶之類的 她嘴巴咬合的能力沒有像一般的小孩子那麼好的話 他們的辦法很準確而且有效的吸奶水的環油 這樣子的狀況也會讓媽媽的乳汁排空的比較差 所以這些以上都有可能會造成乳腺炎的一個發生 那乳腺炎基本上有分兩種 一個是現在要講的非橄欖體的乳腺炎 這大部分都是一開始早期的乳腺炎的一個狀況 那基本上它就是乳管排除了讓它乳汁流的不順 就是蓄積在乳房裡面 然後因為壓力變大之後 它的乳汁會升到它的軟乳汁裡面 造成一些保養肺炎 那這時候媽媽她的乳房可能會出現 無痛或者是微痛的一個乳房的液體 但是媽媽可能會有一些像一些感冒症狀 比如說發燒、腰瘤痠痛、喉痛等等之類的一個症狀 那這時候就要趕快做一些保養的動作 來改善這個乳管阻塞的問題 那如果再更厲害一點 細菌跑進去了 那這個時候可能病人本身乳頭 因為寶寶咬合的那個包含不正確 讓媽媽的乳頭有傷口 或者是本身皮膚就有一些問題的話 它可能細菌跑進去 就有可能會造成那個感染性的乳腺炎 那在這個方法台大概有三種症狀 而且也有可能農氧 那這個時候就有可能就需要一些外科手術的處理 這樣子 那你先掌握 那預防的最主要原則就是讓乳症能夠很通常的流出 那如果煮菜的部分的話要早一點讓它熟通這樣 那基本上可以從兩個問題來談 第一個是媽媽的部分 第一個一定是保護自己的乳房 那每天都要檢查一下乳房的部分有沒有什麼 皮膚破損或傷口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職場的家庭方面 我剛剛有講過 如果能夠讓媽媽專注在乳乳這件事的話 他可以好好的規律 而且頻繁的去餵奶這樣 那次數的話基本上建議 每一天大概要8到12次 如果媽媽還要上班無法親吻的話 至少也要帶著進來氣 把那個時間一早的話就要把乳症擠出來 避免他有蓄積在乳房裡面的一個問題 這樣子 那在每次進來之前的話可以用一些溫膚的一個動作來幫他 乳管擴張讓他乳股 這可以留得比較順一點這樣子 那如果中間真的有一些乳房髒碰不舒服的話 可以用一些冷膚的一個情形來減少他的不舒服的感覺這樣子 那其他內衣的選擇啊 跟適當的休息補充水分 這個都是保養媽媽自己身體的一個方式這樣子 那如果有一些媽媽他乳房本身比較豐安 那因為乳房的下半部分 本來就是乳房所是比較比較多的一個部分 所以他媽媽在乳乳的話 下半部的部分要特別去注意說 不要注定在乳股的姿勢去貴乳 那在下半部的部分也要多注意下半部乳房的排庫這樣子 那在寶寶的部分的話就是看寶寶學習吸乳這個能力 那再來就是說不要讓寶寶睡太久 如果寶寶喝著喝著睡著的是 就是要那個適當的去教醒他去 讓他知道該喝奶奶這樣子 那其他就是寶寶結合上的問題 所以比如說要跟他講的12世代的話 盡早找小外科來處理這樣子 那基本上如果說這些無痛 或者是微痛性的那個乳房意外 好好的抱的話大概在一天之內 症狀都會有明顯的改善 那所以如果說你的症狀超過一天以上 或者是說你的症狀越來越厲害 而且並有一些發燒皮膚的問題 的話還是要請就醫這樣 那基本上乳腺炎的一些致病群的話 都還是一些表皮菌微 最常見還是皮膚上的金黃色葡萄球菌 那這些抗生素治療的話 基本上都不會影響到那個 那個寶寶滷污衣服的一個狀況這樣子 所以就算在那個 診所在拿抗生素吃的話 還是可以規律的未來這樣子 那除非說真的皮膚紅腫 已經去過化膿的話 這個時候就必須要考慮用那個 用抽取濃脂的部分 或者是外科手術理由的部分來做處理 那其實在這個狀況下 如果媽媽願意環境上飲取的話 基本上還是可以繼續餵 不管是用健色的乳房 或者是換色的乳房 除非你換色的乳房 不管是濃脂的話 這個部分我不會建議說 用換色的去繼續餵食這樣子 但是你如果換色的部分 這個乳房的農氧是比較小明快的 那乳管就是乳頭流出來的乳汁 還是比較乾淨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餵爸爸的這樣子 那在治療乳腺癮的期間的話 基本上還是要注意 建設的乳房有沒有一樣類似的問題這樣子 那退染藥的話就是看媽媽 還願不願意繼續去餵爸爸這樣子 如果媽媽不想繼續再餵的話 退輔藥這個選擇是可以幫忙 讓乳腺炎可以找一點痊癒這樣子 那在整個治療過程完畢之後 其實我們在乳癌的這部分的話 有一種是發炎性乳癌 這個部分的話 它一開始發作症狀跟乳腺炎很像 所以之後的話 曾經發生過乳腺炎的乳腺炎之後 還是要在門診的時候看 那個乳房會有沒有消失 如果沒有消失的話 它要進行補助先切切介紹 避免乳腺炎藏在裡面這樣子 好 那以上就是我乳腺炎的介紹 他不曉得很難 謝謝